在网上一组关于张艺山吃饭的图片曝光,吃饭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为何却被网友广泛关注? 原因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小鲜肉,并不是因为演技差,而是他们工作不负责任,爱耍大牌。 然而看到张艺山在偏炒的吃饭照片,可以说他把小鲜肉甩出去后几十条街照片中的张艺山把饭菜直接放在很破旧的木箱子上,一碗白米干和两个菜,就是他的午餐了。 可以看出张艺山非常接地气,就连成龙大哥也在采访中,曝光在电影中合作过某个小鲜肉演员。 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声色俱力,声称某些个小鲜肉演员一整天忙着拍广告街商演只顾着赚钱,只有一个礼拜拍电影的当期,而且还是大家请他们来,一个礼拜拍得了什么。 于是就狂躁起身了,网友纷纷感叹呀,张艺山的机场被偷拍,更是打脸一片小鲜肉。 张艺山机场被拍,啥都不淡,不睁不言,走路带风霸气如此接地气的老喜骨,你们会不喜欢吗?